台北迪化街商圈 虽然商家一早就开门 不过却完全没有人潮 受到疫情冲击 行政院正式推出 价值3000元的三倍券 要为景气打上强心针 疫情有稍微减缓一点 人潮有稍微回流 但是消费的程度 目前来讲 还没有那么的回温 会啊 当然会期待啊 因为如果有振兴券的话 一般对民众来讲 应该会比较促进消费 通路大部分都在餐饮 所以我们大概下滑了 七成左右 发放和使用机制 弄得成熟一点 晚或不晚 我倒觉得还好 店家们盼了好久 终于等到了 虽然三倍券 使用管道多达四种 实体券与电子票券并行 但民众要先拿 1000元现金来换券 或是用电子支付 信用卡方式来折抵 让民众看了 还是捕傻傻 电子会比较方便 因为1000块你要在 假如你上门1000块 你还要去领之类的 所以电子它是直接 就是可以那个 感觉是有点比较复杂 然后不是说那么好使用 对民众的帮助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大 用那个实体支付会比较方便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 可能用电子的产品部分 他们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 也不会使用 不管是实体券 还是电子折抵 民众都觉得用起来 有点麻烦又复杂 还是发现金最方便 那时候会暗卡 暗卡这种警醒 然后到时候可能又就是 跟政府再一次申请这样 民间声浪质疑下 三倍券确定上路 能不能点燃消费景气 就看号称便民的三倍券 民众的接受度高不高 华宇新闻余德琴 林凯伦 台北报导